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283面 辛酒 贪身空降 那么我们这一课呢 讲到这个 我们在修学 守嫩爷王三妹 当我们对于我们的五印身心世界 开始回光缓照 正念真如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所要注意的 种种的魔镜的现前 那么有关魔镜 其实前面一课有讲到 乌尉大师在注解当中也强调一个观念 说什么叫魔镜呢 这点我们要很清楚 什么叫魔镜 乌尉大师说呢 说我们修行人 要知道魔镜是安住在城牢之内 而我们的心是安住在妙节的心中 所以这两个本来是什么 了不相处的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嘛 魔王的心是处在无名妄想当中的 那我们的心是正念真如的 这是两条路嘛 一个是通往生死的路 一个通往菩提道的道路 这两个怎么会感应道教呢 关键在于我们啊 主人迷乱 这个五印的主人啊 我们自己迷惑不知的 所以关键还是我们自己啊 去攀岩魔镜 所以我们自己啊 自己伤害自己 所以你看本经在对视魔镜的时候 你看佛陀也没有说 要你要干什么去破坏他 没有 说你要把这个魔镜啊 用练佛的方式 持咒的方式把它对视 通通没有 佛陀只说啊 劫了不明 你觉悟就好了 你把那个快要睡醒的那个主人 把它唤醒 主人窩啊你要醒一醒 醒过来 魔镜就没有了 因为他本来就是走在成桃当中 我们是走在真如妙节心中 本来就两不相处的嘛 当然念佛持咒也能够有帮助 但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你自己不能迷惑不知 我们修行人啊 你偶尔起起烦恼 乱不了 但是你要起很大的颠倒 我讲实在话 谁也救不了你 你一个人要跳火坑啊 佛在你的身边都没有用 我们是自己伤害自己的 魔王是把火坑挖出来 你自己跳的嘛 你不跳谁有办法呢 魔王不可能把你推进去 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看这个 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去造作恶业的 魔王是诱惑你 但是你自己要做的 关键点还是我们自己主人迷乱 那么为什么主人迷乱呢 就是修止观过程当中啊 你这个解门的观照啊 比较松懈 随便进长老在讲止观的时候 一再强调 说你修止观的人啊 每一天要读经半个小时 或者听经半个小时 我们在修止观之前 你基本上已经有证见 但是主要知道 证见是会退转的 你要不长时间的欣喜 只是在行门定课用功 时间久了以后 就有这个问题啊 贪神通想 贪宿命想 贪静命想 然后你这样想的时候 旁边又没有通三道友提醒你 又没有看经典 这个静止来回观还照 如人至照尽 那你就这样陷下去了 陷到最后 整个前功尽弃 所以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啊 你一定要解形并重 要解形并重 这一点很重要 好我们看第九课的 贪神通想 这个神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希望的内心当中啊 对于这种有所得的相状啊 感到非常的厌恶 他希望能够深入这种 极灭的空境当中 跟这个无相的音言完全的接触 就是贪神通想 我们看经文就容易清楚 又善男子 寿印虚妙 不遭邪力 言定花明 山谋地中 心爱入灭 研究化性 贪求生空 这个人他不是普通一般人啊 他是把这个 摄印寿印完全破坏了 而且成就了 这种言通的妙定 一定有一点修行的基础 但是他在整个极境的心当中呢 突然间生起一个妄想 就心爱入灭 他对这种生灭的相状啊 特别的厌恶 而贪求这种 极灭的 无为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 而且呢 研究化性 他不但起这个妄想 还不断地去深入去研究 一切万物的 整个变化的体性 到底他的根源 是怎么来的 是我们的色身 为什么会生脑病死 我们的内心 为什么他会生住意灭 这种变化的 象状 是从什么地方而来 所以他这样追求的结果 他就贪求生空 希望赶快使命 身心性世界 赶快进入到一种 极灭的空间当中 那当然其实这个正如本性 本来就记住了嘛 你只要好好的修学 他本来会显现给你看嘛 一念不生前提现 但是坏在坏在你一摊球 完蛋了 整个一念方洞乌云遮 那么就跟魔王感应到家了 我们看下面两段就清楚了 耳使天魔厚得其变 非今妇人口说今法 其人终不觉知魔凿 一言自得无上涅槃 乃比求恐无上男子处 夫作说谎 那么就在这个修子观的人 在一念的极尽心中 内心的贪求生空的时候 魔王就有机可乘了 那么就派遣他的妖精鬼魅 就附在一个人的身上来说法 那么来引诱这个修行者 那么他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看下一段就容易清楚 以大众内其行孵空 众无所见 环从西空突然而出 存抹自在 或献其身动如流离 或垂手足作沾弹器 或大小便如厚使命 毁谤借力清见出家 那么这个修行人 基本上他的整个颠倒的妄想 是贪求生空 他希望能够追求这种 无相的极灭的境界 所以这个魔王就顺他的意思了 就派遣这个说法者 在大众的法会当中 他讲经讲到一半 那突然间身形啊 他本来是在讲经嘛 突然间从空中消失掉 众无所见 所有人都看不到他的存在 他刚刚还好断断的在说法 突然间消失掉了 那没有多久 他的色身又从西空当中 又突然间出现 所以他的色身能够 纯末自在 说来就来 说去就去 就表示这个人已经怎么样 他能够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啊 达到空有不恶的道理 其实有这么一点意思了 破现其身 动如流离 我们的色身本来是有格爱的嘛 你看一层肚皮 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但是 这个说法者 他在说法过程当中 突然间啊 每一个人都能看到他身体里面的结构 好像看到流离一样啊 清澈透明 这个也是有点空有无外的道理 或垂手足做沾弹器 那么这个手跟脚啊 双手双脚 本来就是一种 我们讲这个臭皮囊 怎么突然间出现这种沾弹的气味呢 他也没有点那个沾弹啊 他身体就自然释放出沾弹的香气 或者大小便 大小半是很臭辉的 但是你拿来尝一尝啊 就像那个冰糖一样的甜蜜 这个就是染静不饿 他那个砸染的像状 却能够出现这个清净的功德像 那么毁谤戒利 清见出家 毁谤说啊 持戒是小乘法门 这个出家也是小乘之法 这个是他所现的这种 空有不恶 染静不恶的特殊的像状 我们看他所说的法 口中常说无因无果 一时有灭无父后生 吉诸凡胜 虽得空极浅行贪欲 受其易则易得空心 博无因果 那么口中常说 就是经常宣说啊 世间上没有所谓的因果 就是造善 基本上也没有遭感安乐果报的功德 造恶也不能去遭感痛苦的果报 世间上生命啊 只是一个偶然 他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他运气不好 他为什么会快乐呢 这个也是没有因缘的 世间上没有因也没有果 所以我们一个人呢 一时有灭无父后生 吉诸凡胜 所以人的生命只有活一次 一个人死亡以后 就像灯啊 蜡烛烧完了熄灭以后啊 你就永远就 再也没有生命现象 所以这构成的一个人怎么样 一个人没有来生的思想 就会使用他及时行乐 这种断灭空 那么既然没有所谓的来生 断恶修缮 这所谓的修学就没有意义了 就没有后生嘛 也就没有凡夫圣人的差别 这才是断灭的空间 虽得空即遣行贪义 虽然嘴巴讲一切法空 但是却放纵自己的欲望 来行难以贪义的事情 因为什么 因为他所谓的空啊 佛教的空是空掉我们内心的妄想 但是他这个空呢 是空掉外在的阴眼 空掉外在的因果 那么因果既然空了 那么造恶也就不遭感痛苦的果报 所以这样子就开始放异了 受其欲者亦得空心 那么弟子跟他行一意之后呢 他的内心也自然的生起断灭空的之鉴 那么以这个行淫义来当作辞法之子 那么以断灭之空呢 来建立他波无因果的道理 当然他这样的说法都是在顺从前面的修行人 因为他号要这种极灭无为的空境嘛 所以就顺同他的意思 说相似法来引诱他犯罪 我们再往下看 此明日夜 博时经济 惊益之潮 凌凤归鹤 今千万年不死为零 出生国土 连老沉没 老乱世人 燕卒心生 气皮人体 弟子一丝多现亡烂 如当宣觉不入轮回 迷惑不知各无皆与 那么这个鬼命是什么鬼命呢 佛陀指出他的名称说是 日夜薄食精气 这个日跟夜都有精气 日太阳叫阳精气 夜量叫阴精气 那这个精气有邪恶 恶的话指邪恶的是黑的 有邪正的差别 那么正的是白气 那么这个精气呢 当他是邪恶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这种薄跟石 什么叫薄呢 就是这个邪恶的精气 他去逼迫日夜的时候 使令这个日夜 产生部分的遮盖 叫做薄 那么如果这个黑气的势力再强大呢 是完全的遮盖的日夜 完全看不到 这叫做石 那么日夜的光明 他本来照射的时候是普遍的 很均匀的照射万物大地 但是这个日夜一旦变成薄跟石的时候 他的整个气 就变成集中式的 直接灌注在地上 他的气是集中的 他的精气就集中的 那么直接从天空灌注到地上 假设照到金翼 黄金翼石啊 或者是林之草 或者是照到这个整个动物 比方说林啊 麒麟啊 红房啊 乌龟啊 白鹤等等 那么这些动物就能够千万年不死得到长生 而变成一种林仙 如果是物质的话 金翼呢叫做物仙 如果是动物的话变成寿仙 那么就出生在国土当中 能够经千万年而不是 因为他直接的 稀集到日夜的精华的地方 那么这种妖精鬼魅呢 脸脑沉默捣乱世人 那么最后 魔王燕竹新生的气皮人体 弟子一世 极险亡乱 假设我们不能够回官返照的话呢 就造二都无间第一 不过这一刻呢 值得我们注意啊 就是说 魔王出来的时候他一定要说法 那么他说的是相似法 那前面的相似法是很难判断的 比方说啊 魔王说我是你过去的老师 我以前度化过你 我现在继续要度化你 你要跟着我学 这个我们很难判断 是真是假的很难判断 但是这个地方是不无因果啊 任何一个基础的佛弟子啊 都有来生的思想 你一定是 有来生你才会休息嘛 没有来生你为什么要休息呢 就是要建立无量的生命观 你才能够今生放弃你的 放弃你的睡眠 放弃你享受快乐的时间 你愿意去休息 就是会创造美好的来生嘛 那么现在这个思想是很离谱的 是波无因果 但这个人还是相信他 可见的这个人是什么 主人迷乱 这个人去颠倒 颠倒到这种程度 所以这个地方是 这个法是很离谱的一个法 好 我们看第十段 贪长寿祥 这个长寿呢 就是长命百岁永住一世 有这样的想法 看经文 有善男子 寿印虚妙不招协力 炎定花明 三谋地中 心爱长寿 辛苦炎己 摊求永岁 气氛断生 顿兮便意 细相长寿 那么这个修子官的善男子呢 他已经把寿印的障碍破除了 而且也成就了整个颜通妙定 但是他在整个修子官当中呢 他过去当中的一个念头突然间升起了 升起什么念头呢 心爱长寿 他希望能够让色身啊 长命百岁 永住于世间 他不希望这个寿命赶快死掉 那么有这个想法以后 这个想法本来就是不对的嘛 因为你向外攀岩 根本就跟真如不相应了 真如的特性是要不变而随言 随言而不变 所以他起的这个妄想以后 他没有回光返照 而且是怎么样 以辛苦精勤的心态去深入的研究啊 这个急 这个急是什么意思呢 研究这个急啊 就是一种维系的动向 就是我要怎么样 才能够远离身心世界这种初衷的动向 而成就维系的动向 因为你要长命百岁 你必须让你的整个生命的动向 要能够降低嘛 不要动的动向这么厉害嘛 那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初衷的动向 转成维系的动向呢 他就深入地去追求 那么他所贪求的是永恒不灭的寿命 他希望能够放弃分断生死 而马上能够成就这个界外的变异生死 这种维系的常驻的色神 这个分断生死啊 他是一种夜暴生 夜暴生呢 既然他这个身体是什么 有业力所遭感 这是两种不得自在 第一个 空间不得自在 你说我来生要去哪里 你做不了主的 万般皆是夜 半点不由人 是你的阿拉耶士的业力做主 不是你做主 所以这个空间 你来生要到哪里去 你做不了主 第二个 时间不能自在 你活多少寿命 时间 这一部分你也做不了主 你只能够随眼 所以他这个修行人 他就对这个分断生死 在时间空间的障碍 他非常厌恶 他喜欢便衣生死 因为便衣生死第一个 空间得自在 他要来就来 他要去就去 他要到十方国土 那个便衣生死 他这个异生生 他随时可以来去自在 那么这个 时间上的寿命 也可以随他的心中的艳丽 长短自在 所以他就厌恶分断生死的 这样的一种 障碍 后要便衣生死的自在 心中有这样的想法 跟颠倒 那么当然 这种功德像 本来就真如本来记住的啊 你好好的老实的修行 好好的安住真如 他自然就一念不生前提显现 但是这个人有所求 糟糕了 启动魔镜 看经文 而是天魔厚德其变 非经妇人 口说经法 其人尽不觉知 魔凿 一言自得无上涅槃 乃比求生善男子处 不作说法 那么这个魔王本来是 没办法去干扰他的 因为魔王在尘老的妄想当中 这个修行人在真如当中 这两个是了不相处的嘛 魔王根本就不可能去干扰这个修行者 但是这个修行者自己妄想以后 其颠倒以后 魔王就有 彼此间有他的沟通管道了 他就趁得其变 就派遣这个妖精鬼妹啊 附在一个人身上 就来到这个贪求长寿人的地方 来互作说法 那么当然这个魔王所附的说法者 他一定要献出很特殊的相状 我们先看他所献的什么相状 来启信这个修行者 好言他方往往无至 或尽万里瞬息再来 皆以彼方几得其物 或于一处在一载中 数部之间立即同动一指西壁 四人即行累年不到 因此心信以佛献请 那么这个魔所附的说法者呢 为了要启信这个修行者 他就经常说啊 说法在这个遥远的他方国土啊 我可以亡跟缓 我随时可以去随时可以回来 你看极乐世界 我随时可以到极乐世界 我也可以随时从极乐世界回来 对我来说是没有障碍的 当然他这样子讲 他要有所行动来表示啦 所以他就能够怎么样呢 经历在一万里的地方 跑到一万里的地方去 而能够瞬间再回来 而且能够把一万里以外的东西呢 把它拿回来 来启信你这个修持观的人 那当然这个是神足通啦 他能够来气自如 就表示这个空间对他是无障碍的 那刚好满足修行者 满足人他修行者 他希望能够空间无障碍 时间无障碍 或于一处在一载中 树步之间令其从东抑制西壁 四人其心连练不到 那么或者这个说法者呢 在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房间当中 他使令某一个人啊 他从东边到西边的墙壁 本来只有树步的距离 从东走到西距离很近嘛 但这个人用跑步的方式 很快步的行走 经过好几年都到达不了 就这表示说他这个 这个说法者的确是空间啊 自在 时间自在 所以他这个修始观人 看到这样的一种 时空自在的力量啊 内心啊是生起广大的信心啊 就怀疑说 哎呀 这是佛陀现前 这正是我的规矜 那么这个是蒙王所现的相状 我们看他所说的法 口中常说 十方众生皆是无子 我身诸佛我出世界 我是言佛出世自然 不亦修得 那么这个说法者他就说啊 这个十方一切众生啊 都是我创造出来的 我创造的所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个正报的身心世界 都是我一念之间创造出来的 我身诸佛我出世界 我生起一切诸佛 而且我也创造一切的一报的环境 前面的众生指的是正报 这个世界是一报 这个一正二报呢 都是我一念的心创造出来的 而且我是言佛 我是一切诸佛的根源 那么既然我是一切诸佛的根源 在我之前就没有佛陀了 所以我是怎么成就的呢 我是自然成就的 出世自然 我一出生就是佛陀了 不是因为修行而得 因为他是一切众生的根源 一切诸佛的本源 所以他的寿命是最久远 没有能比的 他是以作万物 一切诸佛菩萨的 整个最初的根源 当然这样讲的话 刚好顺从这个喜欢长寿人 表示说他是全世界最长寿的人 那么这样的说法 当然就雪上加霜 这个修子官人本来就贪求长寿了 他又说这个法给他 使令他这个妄想更加的坚固 那我们看这样的一个 魔是什么相貌跟他的故事 此名著世自在天魔 使其建筑如 遮文茶 及四天王皮色童子 为花心者立其西名 使笔精气 或不应使其修行人 亲自观见 称子金刚一如长命 献美女生盛行贪欲 未亦年岁 甘老夫结 口见独言 听若妖媚 前人未相多献亡难 为其异行先已干死 老乱彼人已至足云 那么这个说出他的名称 跟他的故事呢 我们先分两段 那么这个魔王来干扰这个求长寿者呢 是两个方式 第一个他是派遣他的建筑 魔王没有亲自出来派遣建筑 这个他所派遣是谁呢 派遣这个魔王就是注释自在天魔 就是六一天的波寻 那么他派遣他的建筑 比方说派遣谁呢 遮文茶 这是奴神 魔王的属下 或者派遣四天王所管辖的这个皮色童子 这个皮色童子呢 我们前面讲过是弹精气鬼 那么这个遮文茶跟皮色童子呢 当然也有花菩提心 付持正法的 那么魔王他当然所派遣的是 那些没有花菩提心的这部分的 那么他就利用啊 这些皮色童子啊 就利用这个修止观的人啊 在禅定当中啊 在一念的虚名的禅定当中 种种的妄想来吸收这个修止观的精气 你打妄想他就吸你的精气 来增长这个鬼魅的炎气跟色胜 这第一个就是 就是看求长寿或者打妄想 他就把你的心气吸 吸到最后你就自然死掉了 这是魔王派遣建属的情况 或者说魔王亲自现身 说是祸不应思 祸不应思就是魔王他不依附在说法的身上 他亲自到来 到这个修止观的地方呢 面前呢 使令这个修止观的人啊 亲自能够看到魔王的现身 那么现身以后魔王就说啊 说趁紫金刚引入残命 说我内心当中啊有指使这种 金刚不坏的法门 我可以把这个法门传给你 你依此修行的一定能够长命百岁 那么受完这个法门以后呢 这个魔王又变出种种美女的色身 因为这个修行人修了以后啊 身体就很健康啊 那么这个魔王再变些美女的色身啊 跟修行人来盛行贪欲 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啊 这个修行人就干脑孤节啊 就死亡 口尖读言 听诺妖媚 那么因为魔王现身 他跟修行人会对话嘛 但对话的过程当中 旁边的人是听不到也看不到 就感觉到这个修行人 怎么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啊 自言自语啊 好像妖媚一样 那么前人未详 就是这个听诺妖媚 应该这段应该是 口尖读言 听诺妖媚 前人未详 就是这个其他人不知道 那么多宪亡乱未及异行 你先已干死 弟子跟师啊 都因为这个盛行贪欲啊 就触犯国法 那但是在没有这个遭到刑法之前啊 两个人都已经干顾而死 魔王就借此阴眼扰乱这个修行人啊 使定他提前死亡 当然主要的目的破坏他的戒定会 所以佛陀欠免我们 我是一切众生啊 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儿子 我出生一切的世界 我出现一切的诸佛 那你就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怎么样 他讲话的口气啊 我很大 他心中那个我很大 那么这个我正是一个无名妄想的根本 这个修行人 他动了一个无名妄想 他只是怎么样 心动 他本来还没有行动 他只是在佛堂当中打妄想嘛 那魔王来到墓地干什么 魔王当然是希望他从心动变成行动嘛 所以他加强他的无名嘛 诸位你看看 他整个魔王的开导 没有一句话是叫他悲观还照的 没有一句话 增长他的无名妄想 无名妄想到一个程度 他自然去照应 他在魔王的方法是这样 第一个他显出奇特的像状让你起信 第二个说颠倒法相似法 你听了以后啊 你本来已经有妄想了 就加强你的妄想 付出行动 然后你自己破坏你的接听费 最后魔王他得到他的目的 他就离开你 你就堕落到伤恶道去了 我的方式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事先知道 事先知道 这个关键就是你要随时挥观还照 其实魔王是不能干扰我们 因为他在乘劳的妄想 你走在真如的道上 这是不同的道路 所以魔王 我们不能够说魔王破坏我们 这对魔王来说不公平 应该说是魔王以诱我们 但是我们自己破坏自己 他怎么破坏你呢 你是真如他是妄想他怎么破坏你呢 他怎么敢破坏你呢 魔王扮演的角色是诱惑我们的角色 是我们自己破坏自己的功德 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 我们看庚三的结果欠世 佛陀把前面的十种响应的过世做一个总结 而且劝勉我们一定要保持自我反省自我绝躁 不能够申请迷惑颠倒 这当中分了两段 第一个结实魔的过恶 第二个结响应所造 先说明他的结果 再说明他的原因 是怎么来的 先看结果 阿兰当之 四十种魔一末四十 在魔法中出家修道 佛附人体 佛知现行 皆言已成圣篇之解 那么这个十种的魔镜呢 在魔法当中呢 他就出现了 在魔法中出现了 那是出现 什么方式出现呢 就是 假装出家来修学圣洞 表面上穿出家的衣服 口中的先说呢 是邪魔之法 所以我们佛教啊 古人常有一句话说 狮子生中虫啊 还食狮子肉 佛法不是外道能够破坏的 你看那个狮子虽亡啊 威德犹在 谁敢去吃狮子啊 你看那个猴子看到狮子倒地 他不敢靠过去 只有狮子身上的虫 所以 破坏佛教的一定是佛弟子 外道不能破坏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魔王 他也深圳这个道理啦 他献出出家像 那么说 邪魔之法 或者是呢 这是第一个方式 假装出家 第二个呢 佛父人体 他依附在某一个 说法者修行人的身上 来宣扬魔法 或者亲自现身 三种可能都有可能 第一个 出家修道 第二个 依附他人的身体 第三个亲自现身 那么总而言之 他都很清楚地表白自己成就的正片之觉 魔王的出现 都是会膨胀自我的 他绝对不会低调的 说他自己成佛啦 他是哪一个菩萨再来等等 这是魔王出现的三种相貌 再往下看 赞叹淫欲破佛律于 仙恶魔师淫谋地址 淫淫相传如是邪金 媚其心服 敬则久生多亦百事 令真修行总为魔界 那么这个魔王他教化众生的方式 他一定是赞叹淫欲 而且破坏佛陀所致的戒律 使令这个仙恶魔师 这个仙恶魔师就是前面所说的 被魔所依附的说法的法式 还有他跟随他的弟子 依止这个淫欲来代代相传 说这个淫欲就是法身常住 行淫欲呢 就能够成就种种法身博蕾协徒的功德 那么这以上都是魔王所派遣的 这种邪恶的妖精 依附他的心中 那么他出现的时间 魔王出现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净则九生多一百世 这个时间是阅者佛灭度后开始算 这个九生一生一百年 刚好九百年 最快是佛灭度九百年 魔王出现 最慢的百世 这个一世三十年 百世就是三千年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的第一千年 魔王还不会出世 但是末法一千年以后 就是佛灭后三千年以后最晚 魔王跟魔子魔士就开始活动了 那么他们活动的目的呢 只有一个 就是使令所有的修行人 都变成他的魔王的剑属 他的剑属多多益善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看他这个剑属的 成为他剑属的结果 命中之后必为魔民 施政偏知多无间义 那么你这个成为魔剑属以后 你有两个过时 第一个 失去了整个大乘的善根 第二个 堕入无间地义 要以佛法来说 堕无间地义还不是很可怕 因为他的伤害只有一生 你出来就没事了 断灭大乘善根这件事不得了 产生邪师结界不得了 你那个后遗症太大 你说无间地义出来 你那个思想啊还是有偏差 你下次修行 你就很容易又走出到这种路 你都到处走熟了 你就是每次一休止观 就有这个问题出来 这个地方的后遗症太大 所以古人说啊 宁可千年不悟啊 你不要不可一日琢磨 你不修行都没关系 因为琢磨你付出的态价太大 第一个到善恶道去 第二个你变成磨种 天磨种去 那我们看最后一段 鲁敬未须掀起极灭 仲德无学流艳入彼末法之中 祈大慈悲 救度正心 生性众生 令不着某得正事件 我今度奴已出生死 奴尊佛语 领报佛恩 这是佛陀对阿难尊者 跟所有弟子的劝勉 奴 当然这个地方针对的是阿难尊者 那么为虚就是 你不必一定要急着成就涅槃 阿难尊者这个时候成就恶果 那么他跟阿难尊者说 你众人未来你得到的无学的 阿罗汉果报 也希望你能够停留在末法当中 那么生起大慈悲心啊 来救度那些真正花起菩提心 真正想修行的修行者 使令他们能够了知这十种逻辑 不要去琢磨 那么成就大乘的真知见 那么我已经度奴 迟早要处理分断生死的 你应该遵守佛语 这也是报佛语 这段是佛陀对阿难尊者跟弟子们的劝勉 佛陀大师说 读到这一段 如果一个弟子不能够痛哭流涕 而生起洪沪政府法之心 那真的是谋见所 我们看最后一段 结响应所遭 那么前面的堕入无间地狱 断灭大乘的善根的结果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佛陀就把这个因地说出来 阿难 如是十种禅罗陷进 皆是响应 用心交互故现世事 众生顽迷不至存粮 佛子因言迷不至事 妄言登圣 大妄已成 多无间义 如等必须将如来以以否灭厚 传世莫法 骗令众生开悟失意 无令天魔得其方便 保持父父父乘无上道 那么前面十种的 这个在子观当中所现的魔镜 都是在修子观当中 一种用心交互 我们内心当中的正念 正念真如 跟这个我们无始节的响应 我们的颠倒妄想 两个一接触的时候 真妄交功 就把我们过去生当中的 一些颠倒的妄想 把逼出来 说穿了 还是我们过去有这个种子 在子观当中被逼出来 那么逼出来的过程当中 假设我们产生迷惑颠倒 而不能够自我还醒 自我回观还照 那么就会产生大妄 以为自己成就圣道了 那么就无作非为 最后多无间地义 所以佛陀欠免我们 必须将这个如来的真实之语 将这十种的魔镜 在末法当中 能够传世给修行者 使令大家能够开悟了知这个道理 使令天魔能够不得其变 保护这个修行人的大乘善根 而成就无上谱底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段可以知道 我们要眼泥魔镜 只有一个方法 就靠自己 靠你自己的自我绝招的功夫 没有其他的方法 我过去去联姻师 我发觉一个现象 很多人听听参公书都会知道 参公书对一个初学者 打坐太久他非常不满意 不太高兴 你在电波堂 你要坐太久他叫你起来拜佛 这个是有道理 你自己的绝招功夫不够嘛 你在心地上一直用功 用功不是不好 但是你正望教功的时候 你显现很多的问题 你有办法处理 可能你连想处理都不想处理 那就糟糕了 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相当的基础 你才能够长时间的修行 因为你这个绝招的功夫要过 自我绝招 因为魔际现前的时候 你要靠谁都没办法 你主人 无印主人一迷乱 你什么都没有 一念方洞 乌云遮啊 你看到的全部是乌云密布啊 你只有自己的光明 自我绝招的才能够救你 所以你看他 诸位你看啊 为什么魔际正法时代不出现 像法时代也不出现 一定是在 多则 净则久生 多则百事 魔王才出现 因为这个时候人善根浅薄 第一个 弃佛久远 思想错乱 外在环境就是离佛越来越远 第二个 他本身善根浅薄 所以魔王能够得其方便 你看魔王为什么不敢去 去侵害正法时代 相法时代 他根本不敢 因为侵害 侵害没有用 他们那些人自我反省的力量都很强 正事件 善根都很强 这个地方 我们在整个修行的障碍当中 你一定要保持不迷不取不动 尤其是不迷 你自我反省的力量要强 遇到事情 只有你自己可以救你自己 别人救不了你 当然我们一直团体也是有好处 大众有他的正气 因为我们有结界 有护化身 然后你持大悲咒 念佛 仰仗佛力加倍都有帮助 但最重要的是要自己主人不明 最重要的 好 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地方 下下文长 不再来日 回向